我身上的這個字母的圓排項鍊 那就是26個字母可以自己挑選 那因為我的名字開頭是G 所以我選了一個G的字母 那它這個也是就是很好搭配的一個 而且它的長短呢也都是可以調整的 就是可以隨著你個人的需求而調整 那今天如果我想要再調長一點也是可以的 最長的話就是到胸口這裡 那它就是穿戴的話就是直接拿下來 我先把我剛剛拿下來的勾搭 它就是直接這樣子放進去 然後拿下來的時候也是直接拿下來的 給大家看一下它後面的設計 它後面就是做一個可以這樣子 自由拉 看你要多短多長都可以調整 的這個卡榫的設計 那它每一條項鍊都是這樣 可是它後面的這個頭會有點不一樣 像字母這款的話是 有一圈牌鑽跟 就是金色素面 那這條的話是3000多塊 因為它是 銀去度18K的 不是真正K金的 但是他們的專櫃 貴哥跟我說 他們家的度成算是蠻難用的 就它待過 就是 各大品牌來說 它覺得 就是 但是比較耐用的 那另外我還有入手的 另外兩個是 一個是小星球的 然後它也是就是 中間這個星球都是 告石 那他們家的鑲嵌的工法是 強調說不會購衣服 就是很平滑的 六爪箱 也不太容易掉鑽 那後面這個頭的話是 兩個牌鑽 中間就是 有他們 摩納哥的字樣 這品牌就叫摩納哥 那它發原地也是摩納哥 那這個 星球的話它搭配一些比較修憲的衣服 把它T恤啊什麼就會很可愛 這條我也非常喜歡 那另外我覺得他們家的那個收納也做得非常的貼心 非常好 它就是每一個除了有 他們家的品牌布袋以外 它還會附上一個這個 像是項鍊的 架子 小架子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收納袋 它是摩納粘的 就你可以把多餘的鏈條塞進去 這樣子就不會打擊 就你收納的時候 就是這樣子一整個 收到布袋裡面 並且它布袋裡面是有做分層的 所以你除了放這一個 然後像他們家戒指的話就是小的布袋很可愛 還入手了一個戒指 那也是雙面可戴 一個就是圓形然後外面有一圈鑽 中間有那種法絲 謝格紋 那旁邊這邊也有鑽 鑽 那後面呢是一個新芒的 香鑽的造型 那這個戴起來也很好看 它就是走一個比較歐美 比較大氣感覺 然後有點復古風 那中間的那個 打絲紋是有一點 仿舊感 那另外一面呢就比較華麗一點 就是很像新芒的那種 香爛的 它跟日系品牌的戒指搭在一起其實也沒有違和感 因為它也是屬於偏 就是稍微細緻一點 那我覺得這個呢來搭配 有些我的飾品也蠻搭的 那另外一條是他們家的就是代表作 是眼睛 那它是旁邊有一圈 這個小圈圈 相斷小 與晶圓圈 然後中間是一顆眼睛 然後眼睛中央是藍色的 告示 那我覺得這一條就是拿來搭配 民族風的衣服 蠻好看的 就是比較個性風的衣服 我先去帶給大家看 感覺是這樣子的 那我覺得這個眼睛的部分就不適合戴太長 可以把它帶短一點 然後跟剛剛的那個字 搭配在一起 就很好看 它也可以跟就是現在這個 做一個搭配 它只是說它這個小圓圈可能就是會比較翻來翻去 有可能你在 帶拉後面的鏈子的時候就是要先把它拉好 比較不會翻 那這個也可以跟現在這一個 阿嘎斗的墜子 搭在一起 就算它翻過去其實露出金色這一面也沒有不好看 搭配一些比較個性風的衣服 其實這樣也是蠻好看的 然後像他們家雜誌就是有把眼睛跟字幕 這兩個設計都是他們家的經典 經典款 所以就是 搭配在一起也是就是非常的合適 如果今天穿的是比較素一點的衣服 然後你搭配三條項鍊 其實日系跟就這種比較歐美感的搭配在一起 不會有違和感 就這一條字母臉可以稍微再調短一點點 有多層次的感覺 那另外我也是示範一下星球那一條 給大家看一下戴起來的感覺 像眼睛的話它戴長 就是這樣子 就看個人 我是覺得戴短比較好看 因為它的面積沒有那麼大 我覺得就是 可以戴短一點 那不然的話就是要 就是不要戴那麼多 就是跟 單獨跟 跟這一條 搭配在一起就好 如果要戴長的話 這樣也是可以 那接下來示範了 星球的那一條 像我這次去沖繩我就把它們全部都帶去 然後就收納在同一個袋子 那因為它每一個那個鍊子都有它自己的 小鍊架 所以我就不怕會打結 我就全部把它裝成一袋 也OK 也裝得下 那星球的話 我覺得也是戴短一點 那如果你搭配貓衣的話 是可以當場面 來戴啊 如果自己給我搭配就是 別條的話 我就喜歡戴 它戴短一點 是不是非常的可愛呢 這條我也有燒到我東西 然後它再加上 就是自服力 好看 這樣也是沒有違和感的 因為自服力它面積比較大一點 所以我喜歡它再長一點 好啦 那今天就分享到這邊 那之後會再陸續跟大家分享 什麼好用的產品 下次見 掰掰 下集團